谷爱玲与妈妈逛街太低调,细腰长腿好仰眼,与大屏幕合影害羞无脸。 近日,天才少女谷爱玲和妈妈在三里屯逛街的视频在网上流出,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在另一段视频中,谷爱玲戴着口罩和墨镜,街上的大屏幕上还放着自己的新闻,谷爱玲还特意走上前去与大屏幕上的自己合影。 合影完之后的谷爱玲回头看了一眼大屏幕,转过身来竟然害羞地捂住了脸,然后大步走向妈妈,模样相当可爱。 早在之前冬奥会的采访中,谷爱玲就表示在比赛结束之后想去三里屯逛商场,吃北京烤鸭,没想到不久后谷爱玲真的出现在了三里屯的街头。 在谷爱玲夺冠之后,也被冠上了天才少女的称号。 然而大多数优秀的孩子背后肯定也少不了良好的家庭教育。 谷爱玲的妈妈不仅就读于国内外的名校,还是一名滑雪教练,也是相当优秀。 天才少女的背后,除了父母的优异基因和教练的精心培养,更多的还是自己不懈的努力。 没有人能随随便变成功,只有脚踏实地方能到达梦想的彼岸。